第212集 我们一伙人浩浩荡荡的从浩山小路朝邓王山奔去 那时候的邓王山还没有开发 甚至山上还没有被开荒种地 上山的小路充满了杂草和荆棘 远处是一些杂树让山路密不透风 变得闷热气 李叔和麻子大爷扶着师父和王乡长一起走 这次因为需要王乡长给我们指地方 所以王乡长和我们一起上了山 由于他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工员小王 养尊处优让他变得身子骨弱 所以走了一段路 王乡长就气喘吁吁的 再看看我们这些人 一个个的虽然也是汗水湿衣服 但我们并没有上船 爬起山来感觉浑身湿劲 王乡长在那里自嘲道 哎呀 我这个身体啊 要是搁在三十年前爬登王山更玩似的 我记得当年还吃不饱 但爬起山来比现在有劲多了 可以一口气就到阎王鼻子 你们看看现在的我呀 才走了多少路就气喘吁吁了 我这身体缺乏锻炼 还不如李道长厉害 李道长年龄比我大 还拄着拐棍 走起路来 丝毫不落下 师父说 不敢自称厉害 我这是被架着走的 要是没有人扶我 我这个眼下腿瘸之人呢 就跟一个废人差不多 王乡长听了就赶紧说 哎 李道长可不行这么说呀 您可是和宋先生一样的高人 我从小就受父亲的熏陶 看了些易经 不过呢 以前不幸这些 活自救的时候 那些书都被弄出去烧了 虽然书烧了 但我对易经 道法 咒语之类的 还是非常崇拜的 虽然我现在是干部 不许讲这些迷信的东西呀 但我心里 对神秘的学问 一直很向往 也曾调查过邓王山 你看看 在那个山头 在隋朝的时候 建立过三星观 据说当年香火旺盛 不过后来毁于战火 现在早就没有痕迹了 就在王乡掌指的那个山头 二十年后又重新建立起了三星观 这哥在当时大力破除迷信的时代 是不敢想象的 只不过人心出现了变化 以前的三星观 人们上山祈求平安赐福 是真心实意朝拜的 道士们也不会在门口卖香火 现在上山是花钱买新安 用金钱买高香比前程 好像谁花的钱多 神仙就会眷顾谁似的 王乡掌跟我们一起上山 一路上他非常的闪谈 和他在一起聊天辣寡 能让人忘记 他是堂堂的一个乡掌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往前走 一路上歇歇停停的 就到了邓王山顶 阎王鼻子之巅 在阎王鼻子上 几块巨大的岩石 构成了山峰 我们坐在沙岩上 俯瞰我所在的村子 远远的望去 农田是一块块方块地 村子是一片树林 偶尔有一些草房子和瓦房 在树荫中露出来 整个视野中 买得像一幅画 那时候水是清的 草木是绿的 天是蓝的 极木远眺 可以看到很远 直到目光尽处 而现在那种美景 已经没有了 极木远眺 是一片灰蒙蒙的 完全变了模样 让人不敢远眺 因为那样 会有一种沉闷的感觉 我们在那里歇了一会儿 王乡长就带我们去找冷水泉了 那冷水泉都被埋了三十多年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 去冷水泉方向的路 早已经没有了 我们只能在墨西的杂草中往前走 一边走还得一边注意草丛里的荆棘 我们走了一段路之后 忽然前面有了变化 只见前面的树叶似乎被霜打了一样 一片片的树叶搭拉着 发出触目的黑色 忽然一阵山风吹来 冰凉的风一下子裹满全身 那股的风啊 就像我们打开冰箱门时的感觉 让满头大汗的我们瞬间凉爽 这是炎热的夏季 忽然有这么一阵风呢 确实让人感到舒服 这时王乡长说 前面不远处就是冷水泉了 咱们越往前走就会感到越凉 那冷水泉的泉水可是冰凉得很啊 确实和王乡长说的一样 我们越往前走就觉得越凉 周围的草慢慢地变矮变息 树木上的树叶也变得稀少发黑 我们好像一下子进到了双大的秋天 我放远看去 在前面有许多屋矿子和地基 这里应该是当年 邓王展山为王时留下的山寨 只不过山寨痕迹还在 但邓王却成为遥远的历史 在王里 我发现地上的草越来越少 到了最后 干脆是一片不长草的乱石滩 在乱石滩上 好像弥漫着一股股热气一样的烟 不过那些烟生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消散殆尽 那里应该就是王乡长说的冷水泉 而那些看似热气的东西 其实是冷气 我们越往前走 周围就越寒冷凄凉 当我们走到乱石滩的时候 发现自己像一下子到了冬天 在乱石滩里冒出的冷气冰凉刺骨 冷气让周围变得寸草不生 本来路上那些讨厌的飞虫小咬 在这里也变得无影无踪起来 我仔细地看着眼前的冷水泉遗迹 发现盖在冷水泉之上的 是一些破碎的乱石 这些乱石棱角锋利 这个确实像是被炸过的乱石 看来老乌头说的没有错 宋先生对付完尸腰 周围的巨石就被炸平了 而那个四鬼抬轿的阴地 被埋在乱石之下 在石头里冒出冷气 让我们找到了冷水泉的位置 因为那个位置冒出来的气 最为集中 王校长站在乱石堆上 对大家说 冷水泉当年就被埋在 这个乱石之下 咱们想要对付尸腰 得先拔开这些乱石 找到那个地下的洞口 因为当年尸腰就躲在洞里 看乱石堆的样子 石腰应该还没有出来 现在大伙开始搬石头 至于工钱 咱们现在就开 钱我带来了 每个人十块 我的要求不高啊 就是把这冷水泉里的石头 清理干净 十块钱搁在这个年头 没有什么 可在那个年头 可以说已经很不错了 看看钱上面印的那些人就知道 十块钱可以够一群人吃饭的 而现在的一个人吃饭都不够 王乡长说完了 把钱挨个分给大家 其中包括我也拿到了十块钱 钱拿在手里的感觉真好 我激动的手都抖个不停 发完工钱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干活了 来的人都是撞牢里能干活的 那时候不像现在 劳壮力就是劳壮力 能搬动一二百斤的石块 搬几百斤的挑子 推八百斤的交车子 不借助机器 只用一些简单的工具 就能干活 小石头搬 大石头砸 慢慢的就清理出一个深坑 站在石头上 可以听到下面流水的声音 我们在里面 就如同进入了冰箱 周围被寒气笼罩 四股的寒气 让我们在那里拼命地干着活 身上出来的汗 刚一出来就会被凉气顶回去 越是这样 大家就越能干 那找来的十几个人 清理石头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们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这时王厢长让师父 麻子大爷和我出去休息会儿 石头清理了之后 上去的台阶露了出来 我们顺着台阶到了上面 然后找了一个远离冷水泉的地方休息 那些人热火朝天的干活 只见冷水泉里的石块 一个劲地往上撩 人已经没在冷水泉的大坑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